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民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不 那很多人都说 老师 不然你带个台积电的 好不好 我不会 因为你要买台积电 不如买其他的 随便挑一档也好 随你买 那为什么阿德要跟你讲说 随便挑一档也好 因为这是阿德告诉你的 我没讲还没有成交量 我一讲就有成交量 亮灯涨点 老师你哪厉害 没啦 阿德不厉害啦 涨停板 阿德老师我看你的笔记写的那四档 今天有三档涨停板 为什么 因为阿德事先预告 为什么要事先预告 因为大盘很简单 今天成交量四千多亿 对不对 没错吧 好 今天涨了三百多点 对不对 没错吧 没错 可是阿德事先跟你预告 你把握季线下弯赚钱的机会 我有没有预告 有啦 重点来了 有预告你又没有赚 阿德我不敢买 那就算了 如果你没有买股票的勇气 那就算了 我常常说赢钱 代表你在股票市场够强 有老师 就是因为不够强 来看你的电视节目 对 让阿德帮你 让阿德帮你 帮你一次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常常讲很多老师都说 股票上涨 我的股票涨临半 真的假的 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那些人讲的对不对 可是阿德给你的股票 有没有四千预告 如果没有四千预告 我来说啦 那说的都不好了 你电视节目搜索 你看阿德的就好嘛 因为阿德给你的 比如说来 我今天要开一档股票 送了三次了 不开也不行 因为阿德答应过你嘛 对吧 如果他五十%我就开给你嘛 对不对 他五十%我就开给你嘛 来 我们先看礼拜五的 我有没有签名 你对看看这个是不是我写的字 对吧 来 掌听白 老师阿德如果星期五拿的 我要听你的指令 阿你有没有发指令 来 这个不要放这里 十月七号嘛 早上九点零三分吧 好来 他开盘开多少 三七点七五嘛 没错吧 他开盘开三七点七五嘛 好 重点来了 他开盘以后 然后冲上去 冲到三十八块多 一点点 然后拉回来 我请问你 他拉回来 到涨停的时候二十几分钟 那这十几分钟 将近二十分钟的时间 我有没有在九点零三分 开盘的时候 开盘的时候 这里 跟你挂 三十七点二 加码 印太 有没有 你是我的会员 你对看看 有没有任何一个字改过 没有吧 有没有任何一个字改过 没有吧 好来 那掌听白 我问老师 这样也没坐 那怎么有厉害 没厉害对吧 来 接下来看看 今天涨停满对不对 今天涨停满对不对 早上开盘 是不是开在这里 没错吧 冲上去 拉回来 再拉回来 这将近二十分钟之内 我在九点零三分就告诉你说 挂多少 三七二 今天的最低价多少 三七二 今天的最低价三七二 来 我请老婆放大一点 今天最低价多少 满满对没关系 三七二 冲老师 这样也没厉害啊 你马后跑啊 我先给你了 我先给你了 对不对 没错吧 我先给你了 好 你说这样没厉害嘛 来 再看 十月一号 十月一号 对吧 来 30块 Gimme 三十块钱 三十块钱 2339 英泰 掌停满 你如果跟着买 你如果跟着买 有没有赚三支掌停满 老师你有证据吗 来 我像你ζ enam 你十月一号去看电视节目 你去看网络 有没有一模一样 硬碍 老师你好卑鄙喔 我们还有对付处理过来是三个月的季限 这个不重要啊 重要你是你有赚三支掌停满没有 重要你有没有赚三支掌停满 这可不厉害啦 我说嘛 我们先求有再求大 先求30%再赚50%嘛 9月16号 我是不是给你 对吧 硬碍 老师有没有证据 我最喜欢你这样问 因为全市场只有阿德可以 别人都不行啦 别人都不行啦 只有阿德可以啦 因为我常常在讲我们买股票 买什么股票就买产业前景对的嘛 对吧 对吧 产业前景对不对 老师你很笔屁的 人们月线 人们季线 人们13日线 人们几日线 你还要对 我就说嘛 我不会拿涨停的来跟你讲嘛 我就给你买得到的 那我请问你 买得到吗 买得到买不到 你如果跟着阿德做 只有三天喔 只有三天喔 我就帮你拼了多少 48% 你看看 你如果我给你 你敢买 你敢买 隔天是不是涨停满 赚13% 对吧 当天我是告诉你 对吧 赚13%对不对 好 先卖 赚20% 再跌下来 再买 再涨停 28% 再来 再先卖 你看 你看 你看阿德的网站 是不是公开操作 对吧 赚7% 再打下来 再买 两个位置点 两个位置点 叫你买 叫你买 都买得到 都买得到 还涨上去又六花 那我就跟你拼多少 48% 48% 好 重点来了 说这个有好 没好啊 阿德你找到了 我又不敢买 我还是跟着你的讯息买比较好啊 对啦 那为什么我跟你讲 我拿笔记给你看 你都还不敢买 因为你不了解 细光子的重要 如果你了解了你敢买啊 因为我拿笔记给你看的时候 第一档是什么 联雅 那联雅到今天为止 已经涨了195% 对不对 今天在震荡 为什么 他要准备要被分盘 那分盘以后咧 怎么做 占上多少钱可以看到五字头 你不知道啊 我也不知道 不过你可以听听我的想法 看法 好不好 这就很简单啊 好 老师我看了很多报告 他们说未来五年会有什么 十七倍 十七倍是什么意思 你如果想要拼一千七百万 拿一百万就好呢 对吧 很多专家 很多机构都这样写嘛 未来复合成长率五年之内 他会成长十七倍 哎呦 你都买对股票 他就会帮你赚钱 对不对 对 买什么股票 什么股票还没涨之前你就先买 哎呦 老师啊 我怎么知道的 细公子 对吧 所以我把笔记拿给你看的时候 你现在有没有回想起来 第一人叫什么 联牙一字头 今天呢 联牙今天跌嘛 对不对 你跟着阿德做联牙的人 有没有能亏过钱 有没有能亏过钱 没有吧 好那现在不谈这个 今天三字头 收盘三百四十 你观察他哪一个教会 你不知道嘛 阿德随便讲 三百五十 有什么 以后你就知道 好 重点来啊 一字头你如果买 不用这个啊 不用多嘛 不用多嘛 五百万就好了 五百万呢 你如果相信阿德 阿德跟你说 路遥之马力 五百万 你买联牙 买一字头 你有没有削翻了 我不知道 你看看嘛 莲牙我给你 买得到买不到 这才是重点 这才是重点啊 对不对 好来 那八月十九号 他在哪里 在这里 他在这里 我送你第几次了 第三次 第四次这里送给你的 先来后到 这次195% 这次的 将近三十掌听板 没错吧 没错 先来后到 你说老师 我还要慢 不然也贪一支 老师我还要慢 不然也贪一支 好 重点不是在这里 重点是说 给你买得到吗 8月十九号 你问老师我盘充不看你的节目 盘后看 好没关系 我们不要讲19号 因为你盘充你不一定会买嘛 看到你要想一下嘛 他是不是一字头 是嘛 8月20 随便买 老师不会涨 我知道你要讲这个 这个不会涨 可以让你五百万 拼一千五百万 这个不会涨 让你未来有希望 这个不会涨 可以让你轻松满 这个不会涨 可以证明阿德是真的帮你 对吧 我找到了 我帮你找到了一档标股 我要帮你找回你失去的财富嘛 一部分 我不是说专包 我不是说专包 一部分 因为涨了一百九十几% 没有这个 很多人在说四公子未来是大好 阿德 来 随便买 随便都可以买得到吗 当然啦 你可以想完了再买 老师啊 一二级变一一级 这样这是怎么做八公 做白公 真的证明一件事情 过去的不重要 这叫过去 过去这是很好的买点 你要想看看你如果五百万在做 你如果当初 不要想太多啦 不要想太多 你就跟着阿德做 你现在是在招一千五百万 对不对 对不对 这种叫做什么 买得到 贪得到 对不对 所以 很多人说 老师啊 我给你骗子 什么是真正的四公子 那你有想过吗 想过吗 什么叫四公子 你知道什么叫四公子 买得到 贪得到 才叫四公子 第七的也叫四公子 每行都是四公子 那阿德你的一字头 为什么当初 你说这一档是真正的四公子 未来会大好 那一字头啊 现在三百四十啊 你可以赚得到啊 那为什么 阿德当初跟你讲的时候 你不相信 因为细光是一个带 对吧 因为现在新发展的一个带 他可以跟另外一片的CPU的带 什么 风光在一起 对不对 那我们叫他什么 叫Triperlate 什么叫Triperlate 谁说到那么复杂 一个小晶片 那一个小晶片 有什么作用 就是说我在制成 什么状况都没有改变的状况之下 我的效能提升 效能提升有什么好处 减少功耗 减少功耗有多少 来了 所以很多人都不晓得产业 他如果前景是对的 我来说会变成变过呢 我简单说啦 细光是一个带 可以它拎一片的CPU 也有GPU 也有其他的什么 单晶片 又是OC 你如果丰盛在一起 代表什么 我简单说你就听我了 现在两个PIM 对吧 两个PIM 两个插头 两个要插进去的PIM 对吧 中间有一个光纤 以前可能是一公尺 好啦 我们假设一公尺 插进两个什么主机 那现在阿德刚才所讲的 你听懂吗 你听不懂 我再说一个比较简单 就是细光子的一个带 裸晶啦 好不 那你就听我了 一个裸晶跟一个CPU的裸晶 它们封装在一起 代表什么 简单说 你可能听不懂 阿德大家更简单的说一下 代表说 原来你知道的 一些装家说的 他都说不对 只阿德说对吧 原来的光束花模组的某些什么 元件它会以往更靠近什么 譬如CPU 处理器嘛 对吧 GPU 的PC版上面 所以它才会可以封装嘛 所以这又说封装嘛 所以很多人 都不知道 大家说什么 一堆堆嘛 是不是 他在做原件 他在做光束花模组 原件的 他不是在做什么 chip 你了解了吧 如果你了解你就知道 为什么说 他的技术层级最高 因为最近 Intel发表了 叫什么 矽光磁chip chip chip 如果单向 是多少 4个Tigra bps 如果双向呢 它可以支援到 64个好像是32G 32G bps 双向的时候 恐怖 恐怖 那代表什么 耗能的变得很低 因为 我刚才跟你说 有什么封装在 靠近CPU 因为他把 光这个 转换的嘛 转换的嘛 他把原来的电 电能 转换成光能 对吧 越近越好 他功耗比原来 那是 据说 Intel 据Intel的数据 据说 可以省三分之二 省三分之二的功耗 代表什么意思 我简单举个例子 功耗跟耗电 差不多嘛 你功耗越大 耗电越大嘛 如果同条件都不变的话 我请教你 你知道现在 我们台湾 资料中心 Google 的功耗 一年多少 一年多少 二十八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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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你减少成九亿度 生质生得 再变过了 所以未来的 矽光子 这个产业趋势 有没有改变 没有 所以我跟你说 你如果看到 我笔记上线 你看四檔三檔今天掌听办 四檔三檔今天掌听办 对不对 我给你看 我老师 有新的吗 有 我要给你新的 但是我希望你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要更好 要更好 你如果没得到好 我跟你说 就算我要帮你也没办法 他就好 因为时间不够 哪里在这 因为我们不要讲 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专家说的 机构法人说的 好像矽光子未来五年的成长 十七倍 所以很多人就说 老师啊 是不是 一千七百万 只要花一百万 我跟你说 你不要想 因为产业趋势 你要想看看 你在看阿德的电视 你有没有回想过 你看过的其他的专家的电视 每天变来变去 什么国家掌听办 每天都没有预告 都没有让你看 就跟你喊掌听办 阿德有没有在这四档股票 阿德介绍给你的时候 每天 那时候涨了两百多点的行情 他们四档都给阿德一样介绍 对吧 所以我们不要再去说那了 说那对我们来说 不意义 因为连亚 如果你有五百万的人 现在拼一千五百万 如果你印太 我跟你说 你跟着阿德做 现在要超过五十趴 如果你连 阿德的短线 我们那少年古神主的 那里的 我跟你说 用超级一倍了 超级一倍 五百万 现在是在拼多少 拼千一万 所以说 我不再来说 两个股票 趋势在这里 你看有了 这个不要再说 因为大家够的趋势都不同 我四四大 市场够的 拿出来跟你说而已 所以他会不会说 我要趁一千七百 我用一百 我来说你不要想 因为那种对我们来说 没关系 我来说你注意 连亚印太之外 就是他 先求三十趴 再拼五十趴 不再拼的 不再有可怜 对吧 先求有 再求多 这是阿德要跟各位讲的 你仅仅一直想 我说 亲情可笑 我五百万 我可以拼一千五百万 我如果听你的印太 任何节的时间 下去买 要最少三支 掌心板 对不对 那都不是重点 我现在跟大家说 重点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用一支股票 你连牙上四遍 印太上三遍 还要再送 我跟你说 这次没同 我送一支 比较熟的给你 我送一支 比较熟的给你 这支有贪钱 比较熟的给你 这样没有 行报 10月7号 生下两分钟 你自己起来 电话拨通 这一堂 涨不停的就是你的 我要进广告了 进广告 迈向两万点新世代 888 惊喜价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 一路赚到底 迈向两万点新世代 888 惊喜价 大步向前走 让您金融年 一路赚到底 惊喜专线 02 8511 3366 8511 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鼎页头顾全心照顾 02 8511 3366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欢迎回到现场 我现在股市打拼 20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金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公元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福 欢迎回到现场 很多人说 老师啊 我要像那个 印太这样啦 为什么 印太啊 你告诉我的时候 才二十几块啊 现在还没有四十块啊 才二十五十块啊 没有你堆啊 我那时候还会讲 哪里追啊 老师啊 明天是什么 又开高呢 明天是什么 又开门三十万呢 震荡一下 我怎么摸得掉 对 所以说 我现在跟你说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送你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就是叫你说 买 金买 你现在大家想的是什么 哎哟老师 我要在这里啊 因为现在涨了五十四%了 然后我要这个 我跟你说 那是过去的呢 过去的重不重要 过去的不重要 未来赚的每一块钱 才是你自己的啦 你都一直想过去 在做今嘛 不对 所以我来说 有点烧的 有点烧的 烘爆 所以你要买烧的 市场的 你这么买下去 你这么贪的 你这么贪的大巴 对不对 所以我来说 真的你电话要快扣 真的要快扣 听我拨通 这一场飙不停的 就是你的 不要再想过去 足够外操作顺利 明天见 好 好 好